从张叶一路向西,我们已经到嘉宇关了 今晚我们就住这儿,嘉宇关明家会诺金国际酒店 这是我们这次河西走廊旅途中最满意的一家酒店 酒店地处嘉宇关市最繁华的商圈 明家会诺时尚国际购物中心 虽然不是五星级的酒店,但酒店的服务还是很不错的 从前台接待,客房服务,餐饮服务都很到位 下面我们去看一下房间的配套设施 空间足够大,客房的设计既好看又实用 整体感觉够宽敞 房间采用了地热非常非常的暖和 酒店的木屋备品也很好用 偷偷的卫浴设计十分高雅 欢迎水果和酸奶 房间还配备了加湿器 上下电梯需要刷卡 很有安全感 房价是298元含双份早餐 早餐在五楼 酒店是以五星豪华酒店的定位来经营的 所以在早餐上也非常用心 品种很多,味道也很好 一次非常满意的入主体验 分享给大家 如果将来你有来嘉宇关 可以考虑这家酒店 仅是地理位置好,性价比高 大人称赞的是酒店的服务 每个服务人员都很惊奇 优质的服务 舒适的硬件 可以说配合得相应武装 不是编制如归而已 是比自己的家还要温馨 希望有机会来嘉宇关 再能入主 为了到嘉宇关 一定要品尝一下 人参果和当地的新鲜的牛奶 喝过后你才好和国内其他品牌的牛奶 有个对比 厚重的牛奶唇香 让我想起儿时喝过的牛奶 真的是满满的幸福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